兒子就會給你一些建議 就是一直叫我要多小啊 可是沒有用我像我跟白癡像別人的媽媽還是會討厭我 所以現在叫你笑的 就會這樣子 阿姨好阿姨好 我覺得就是做樣子你也要不要這樣 首先第一個進門了之後 一定要打招呼 然後呢就是進去之後 原則上一定會換鞋嘛 換鞋了以後就主動說 XXX是會讓長輩很有腦感的 曾經帶男朋友回家過頭 沒有耶 我先沒有 你也沒有 啊就算覺得可能 第一題就很犀利 還說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會帶他回家嗎 會 會想要帶他回家 你也沒有 我之前有遇過親戚 他帶那個他沒有回來 然後男朋友就是那種 很怕見到家長這樣 然後就坐在那邊就說著 然後其實我一看他就知道是 然後他就說在那邊 然後後來就發現 其實我的那些阿姨們 然後就抓在他玩這樣子 發現說他其實本性還蠻活潑的 然後就在唱K啊幹嘛 就唱給我們來拍 嗯 然後就抓在他玩這樣 然後就抓在他玩這樣 一看我就很討厭 然後就是連家都不准在 叫我直接跟他男朋友 跟我男朋友分手 他覺得我 然後覺得我後面可能會有黑色 會老大汗 他被打死 說什麼 我家兒子都被你帶 不然說我不沖一不喝酒 然後說我兒子沖一喝酒 都不帶的 然後 就說說謊也是因為 你什麼都因為 你知道 是壞女的 我兒子 太好了 他不願意跟你分手 你自己跟他分手 然後我就讓他打圈來 打圈來 打圈來 我曾經呢 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我的姑姑 就去看他的Facebook 看完就說 這樣男生不OK 我說為什麼不OK 他說 因為他的Facebook都是 健身 還有他文美 我說他錯了嗎 文美有錯嗎 他說他的社群顯示 他太過於愛自己 愛自己的時候 他說比較不會愛你 我的天啊 超準的 就是 就是一直叫我要多小啊 可是沒有讓我小孩 跟白癡 讓別人的媽媽還是會討厭我 所以現在叫你小孩 就可以 就會這樣子 阿姨好阿姨好 可是這樣還是會討厭我 我不知道 見父母有沒有需要注意一些事情 見父母啊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注意禮貌吧 因為其實像很多爸媽會比較care說 你來的時候有沒有先叫人 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說一開始 一定來沒有說 那個叔叔阿姨好什麼之味 可能就先扣分 就會準備一些伴手禮之味的 然後就會對他們比較客氣 桌面禮儀吧 會注意一點 但如果熟的話 可能就不會這麼有壓力 但第一次的話 他們都會有壓力 比長輩先動筷子吧 長輩還沒吃 然後我們就先吃 首先呢 第一個進門了之後 一定要打招呼 一定要說叔叔阿姨好 不要再加上一聲讚美 比如說阿姨你是不是變瘦了 哇叔叔 叔叔今天穿得好帥喔 嘴巴甜 就是讚美是最好的武器 然後呢 就是進去之後 原則上一定會換鞋嘛 換鞋了以後就主動說 那我先洗個手好了 一個愛乾淨的男孩子 是會讓長輩很有好感的 吃完飯啦 或者是 從事什麼樣的活動之後 都一定要幫忙收拾 喔最重要的是 要帶一點點伴手禮 不用很虛滑 可是 嗯 比如說 帶一小罐的 兆元蛋白給對方的媽媽 帶一小的 茶葉 或者是小雪茄 就是 去偷洗手套 讓長輩覺得 你很在乎他 穿什麼 就是不要太隨便就好 不要綿褲啊 腳腳褲就好 我會穿的不會這麼的 暴露 就是會穿的 長輩喜歡的那種型 氣質型的 就是 溫暖 米卡 不是米卡 馬卡龍或大地色系 最為安全 馬卡龍就是 粉藍 粉紫 粉黃 大地就是 咖啡 米色 牛仔 所以就是基本穿搭 然後呢 以襯衫 然後長牛仔褲 或是長裙 為基準 襯衫記得要扎進去 扣子扣到 就剩最上面那顆不要扣 這樣子 哇 我覺得 你就是做樣子 你也要不要這樣 你無論如何你都要 啊我幫你收 我幫你洗 對方如果很嘗試 或者是真的說 啊不要不要不要 那你就說真的嗎 阿姨 真的嗎 那辛苦囉 謝謝謝謝 至少要做到真的 做樣子很重要的 最棒的 做樣子 最棒的 最棒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